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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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代表着经济和财富 在经济的问题上 有些人的入息总是左手入右手出 而有些人更是入不敷出 水元素代表着人缘和人际关系 在人际关系上 有些人身边经常围绕着各种的小人 造成各种人事上的矛盾 误解和冲突 每日生活在是非和怨恨之中 木元素代表着事业和工作 在事业和工作上 有些人为了生活 每日都在做自己讨厌的工作 受治痛苦的尖熬 火元素代表着活力和健康 在健康的问题上 有些人体弱多病疾病前身 还有土元素代表着爱和家庭 关于爱情和家人的关系 有些人总是无法和睦地共处 每日吵吵吵吵 生活在不满之中 令人生处于十字路口 沉沉密密 到底这些与误行又有什么关系 俗意说 人在三界内 身在五行中 指的是 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 无法分割 他们是组成人生中 万事与万物的全面 当中相生相克的规律 以相扶相成的法则 更是作为推动和维持事物 和谐循环发展 变化和成长的核心 所以 人的命运虽然各有定数 但是万事与万物 皆起源于人与误行元素 当中 完整的误行元素 和吻含字的规则 是创造和谐人生的核心 而误行元素 对应在我们生活上态里面的五件事情 更是带领人生 向往幸福快乐的指标 所以 他们就由于影印机中五种齐全 颜色的主軸 例如一部只有两种颜色的影印机 影印出的画面 虽然我们可以看得清楚 但是只有两种颜色 始终无法影印出 核核如生的画面 而同样 在我们的生活中 虽然未能处理好 生活上态里面 某个元素代表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生活 仍然是如常云作 只是当中 无法活得享受生活中的幸福和快乐 而一部拥有五种齐全颜色的影印机 影印出的画面 不但看得清楚 还可以影印出核核而生的画面 因为五种齐全的颜色 是影印出核而生画面的核心 所以当一个人 在命中缺少了某个元素 或者某个元素比较弱 或比较强的时候 将会直接影响这个人 在人生的路径中 产生某些障碍或波折 这些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当一个人 悟行缺少了什么 哪一方面就会不顺 例如一位悟行属金 而缺少了水元素的金型人 此人个性意志坚强 为人讲话虽少 但是易出惊人 减依冒险 言出必行 即使面对挫折 亦不委屈退缩 是一位拥有才能的领导者 为什么一位拥有 领导才能的金型人 在命运的走向 会冒贵人相助 因为当一个人本命属金 揭少了水元素 揭少了水元素 而悟行相生的规律是 金生水 在悟行规律的法则中 金要成气 就必须要运用水加工 抛光后 正可以形成气 所以当本命 悟行属金 揭少了水元素时 这个人 人生命运的走向 就会犹豫一件 未经 抛光的金色 呈现不出黄金中 金光闪耀的价值 虽然金是属于一种高价值的物质 但是 在悟行规律的法则中 要呈现金的价值 就必须运用水加工 抛光后 正可以呈现金光闪耀的价值 而水元素 代表着人缘和人际关系 所以当本命属金 揭少了水元素时 将导致此人的个性 过于自我 凡事太过于要求完美 形成在人生的路径中 此时往往急于表现 而在不知觉下造成 锋芒不老 导致得不到别人的认同和支持 造成人际关系不佳 形成身边揭发了贵人的辅助 所以发挥不出 本身潜在的价值 而大事难成 所以这个人 在人生的路径上 往往面对的制意 就会由于 未经抛光的金色 无法呈现出 本身金光闪耀的价值 由于人以悟行 是一个整体 无法分割 所以 人生命运的走向 是可以从本命 以环境组成的一组 关键数字中 隐藏着 人的正负面个性 和代表词 悟行的含义中 找到答案 如果要活得 准确的计算和预测 个人命运的走向 和人生路径中的点点滴滴 首先 必须要活得一组 本命和环境因素 所组成的关键数字 而这组关键数字 更必须以此人 在日常生活中 处理重要事务的时候 脱离不了关系 然后 再配合上一套隐藏字 以命运人生 将拥有相同规则的原理 作为理据的计算方式 就可以活得准确地计算和预测 个人命运的走向 和人生路径中的点点滴滴 如果想了解自身的悟行 欢迎联系 我们将为你作出详细的讲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